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咱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越南这场世余赛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的从结果层面上来看 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我们三比二战胜了对手 一方面取得了在世余赛上的第一个积分 另一方面的话 此前中国队在进攻端无力的方面 在这场比赛当中也看起来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中国队的攻击险并不是那么的不堪 可以说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 让中国队看到了信心 同时我们在积分上拿到了三个积分 虽然与前两名的沙特和澳大利亚差距是非常的大 但是距离第三名的日本队 我们已经有竞胜球的差距 这个小组的形势一片混乱 对于中国队最终的出现 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 但是在这样一片相对祥和的情况下 那李铁的赛后发言 又是将他自己推上了封口浪 将原本中国队看似已经燃起的希望 似乎被李铁浇了一盆冷水 那么李铁在赛后对于这场比赛进行总结的时候 前半部分应该说总结的还算是比较的正常 他表示2比0领先的时候 我们已经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整个比赛替得是比较顺利 但是当对手 因为我们的失误搬平了第一个进球之后的话 我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紧接着又有了第二个丢球 吴磊的绝杀 谈到这个最关键点的时候 李铁竟然用了运气二字 他说吴磊最终能够绝杀对手 我们能够战胜对手 的确是运气非常的好 其实李铁算是一个性情重任 可以说他说的绝对是一个大实话 然而就是这个大实话 可以说彻底是含了中国球迷的心 一方面 他说这个球是运气 就是说中国队跟越南队的实力 其实远没有达到能够战胜对手的程度 我们赢对手就是运气 而越南队目前为止成为12强赛东 唯一一个到现在为止 一个积分都没有捞到的球队 他们可以说是12强球队里边 实力最弱的一支 然而我们要赢下这支实力最弱的球队 竟然也要靠运气 那可以说中国队 目前的一个实力应该是处于末柳的 想要去拿到一个出现 甚至是附加赛的资格 难度都是非常大的 那第二一个方面也就说明了 李铁在被对手扳平之后 根本就是显得束手无策 这又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李铁的临场指挥能力 心理素质不行 一旦出现逆境的情况 只能够靠运气 听天由命 第二种就是说 他的战前部署明显也很有问题 那我们知道 一个教练在做战前部署的时候 肯定要做三方面的准备 第一方面就是 我领先了之后该怎么提 第二方面的话 就是我跟对手处于军事的时候 怎么提 第三方面我处于一种逆境的情况 又应该怎么提 很显然李铁是没有对 这种多种情况做出预案的 这才导致他在临场出现了 2比0领先 被对手完成扳平之后 没有办法束手无策的情况的出现 只能够听天由命 寄托于运气 也就是说 本身我们球队的整体实力 已经是处于末履了 现在主教练 面对一般的逆境的情况 也没有处理的能力 中国队几乎可以说是丧失了一切 可以出现的可能性 因此这场比赛 虽然是我们取得的胜利 但只不过是 杯水车薪而已 眼下这种水平的主教练 加上这种水平能力的球队 你想要在接下来的 试一赛当中 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是比较困难的 咱们说句实话 眼下中国队 的确是急需要提高士气的时候 原本战胜越南队 可以说是中国队提升士气 给国人给球员 提供信心的一个大好时刻 结果 离铁这段 可以说是非常真实性的发言 却显得十分的不合适宜 可以说是让中国球迷也好 让中国自由队也好 都显得是非常的 士气低沉在营球之后 因为我们下一轮比赛将会面对 已经取得三连胜 尤其是刚刚1比0战胜 日本队的沙特队 我们要知道沙特队 目前的主场是可以全部开放的 所以说下一场 客场挑战沙特队 沙特的主场利亚德 将会是一片人山人海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队想要替营沙特队 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是一片人山人海的景象 这是一片人山人海的景象